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安装UTM的组程序 双距挂在上这个DMG文件 把UTM这个图标拖入到Application里面 稍等片刻等文件复制上去 复制完成后 按Common1 退出这个磁盘镜像 然后打开聚焦搜索 启动UTM 这时候里面一个虚拟机也没有 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压Windows 7的模板 解压Windows 7的模板 双击这个解压出来的Windows 7虚拟机 然后UTM就启动了 我们需要在里面做一些修改 先把鼠标管到底部 选择一下CD镜像 这里我选择准备好的Windows 7安装镜像 接着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设置 移到右上角 点开设置 然后在窗口里选择系统 把内层修改为4096 CPU核心数改为2 保证后驱动虚拟机 点中间的Play按钮 在底部进度栏走完以后 按一下任意键 开始用光盘镜像引导安装了 接下来就是比较传统的Windows 7的安装过程 选择默认的输入法 点下一步 再点现在安装 中间还是比较漫长的 再点我接受许可 再点下一步 然后选择第二个 再次版分析界面 直接点下一步 稍等片刻 系统开始复制安装程序了 这款虚拟机的安装过程 还是非常漫长的 希望大家保持足够的耐心 到这里复制文件完成了 系统开始重启 看来还要进行大量的文件安装 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吧 系统又重启了一次 这个安装过程明显要比Windows 11要长很多 输入Windows 7的用户名 然后设置用户密码 记得跳过输入产品密约 再跳过自动检查更新 时期设置直接点下一步 不用做任何修改 当前为止直接选择家庭网络 然后再经过一番耐心的等待 其实是非常漫长的 安装这个虚拟机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运行一些M1上无法运行的X86软件 比如国产的网银优顿之类的 测试过造行和工商银行的都可以运行 现在虚拟机启动起来了 我们还要需要安装一下Spicy Tools 它就相当于虚拟机的驱动 通过它我们可以修改虚拟机的分辨率 点开开始设断 打开计算机 可以清晰的看到窗口的绘制过程 点右上角的光盘图标 先退出这个光盘 选择变化 然后选择Spicy Gaster Tools 就是这个文件 看到光盘图标散了几下 接着系统缓慢地弹出了一个窗口 选择打开这个文件夹 然后右键这个Spicy Gaster Tools 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经过一阵漫长缓慢的运算之后 终于弹出了个窗口 选择式 继续运行 中间会跳出一个安装警告 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经过漫长的安装 启动程序安装好了 然后你需要重启一下电脑 这里我就加速显示了 因为过程实在是太漫长了 不过看着能够运行网名的份上也忍了 输入密码顺利登录进去 接着我们就可以右键调整分辨率了 选择一个合适的分辨率 我这里选择1280x800 调整后屏幕看起来似乎多了 打开一个Vid看看速度怎么样 好像还是可以接受 速度还可以 这里我就快进一下了 打字起来还是比较流畅的 几本使用没什么问题 看一下系统跑分吧 只有一分 点个看看里面具体的得分情况 看样式主要是显卡部分 性能实在太低了 其他的处理器还可以接受 这个阿姆模拟X86的过程中 性能身后还是非常明显的 通过7Z波跑分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 整个界面散出来就比较缓慢 最后跑分跑完 大概是在2.932G 没记错的话 ArmWindows大概是在29左右 这两个之间性能差了十几倍 好了最后看一下网银的实际表现吧 首先打开招行的客户端 然后插上优盾 接着右上角选择插入的优盾 可以清楚的看到优盾识别出来了 输入密码后顺利的登录进去 看来对网银的兼容性是非常好的 M1电脑如果想兼容网银的话 用这个方法肯定不错 原来采用ArmWindows 11的方法 可能对某些网银的兼容性不太好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试一下网银 说不定有惊喜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